首先我们要来了解 这个地方你就找到新手入门的网页编写的地方 这地方我们就利用什么呢 最早当然就是在没有front page之前 都是利用这个所谓记事本来撰写网页 那个时候的话非常辛苦 因为很多语法你必须要记下来 不过那时候当然一个好处就是说 对于HTML网页设计就会非常的清楚 一下子看就知道在哪里出问题 那现在虽然方便 front page虽然方便 可是问题造成你们很多错误 你不晓得错在哪里 那这个地方之所以会有差别 就是说你们比较不懂的这个叫做标签 那标签的语法很重要 就是说你会发现其实标签的观念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它是一个成对的 所谓成对的意思就是说你会发现 这边有HTML开头 就会有一个HTML结束 那开头跟结束一定是成对 而且开头跟结束差别在哪里呢 有没有发现呢 这地方有没有 就会多一个这个斜线 那这个斜线就代表说我这个标签的结束 那一定是一个成对的关系 有一个开头就会有个结束 那一个网页的开始一定会有个HTML 那结束也一定会有个HTML 另外的话呢 它的结构再来就是说呢 有一个这一个HTML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head 所谓head的话呢 就是它的头 那头在哪里呢 头在上面嘛 所以呢一定是将来呢 在网页的时候呢 你打开的时候 这个head呢 就是所谓的网页的这个标题 我们在存档这个index的时候 你就会变更它的标题 这个就是所谓的标题 那标题里面呢 head的这个title 跟着你讲 title就是它的标题 那标题的部分的话 就是写在head里面 写在head里面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所谓的body body就是这个网页里面的内容 那今天如果说我要编写 这一个HTML该怎么做呢 当然这地方 你可以把它选取之后的话 把它复制起来 接下来的话呢 运用所谓记事本 记事本 当然你的记事本 应该不是摆在这里啦 那我之所以摆在这里 就是我习惯用记事本 所以我把记事本呢 直接把它拖拉到这个地方 当成一个结境 那你们要找的话呢 就在附属应用程式里面 就会有个所谓的记事本 附属应用程式里面 有个记事本 在这里 那如果说你觉得记事本 希望把它搬到这边来的话 直接拖拉过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找到这个附属应用程式 你就把它拖拉过来 不过拖拉的时候呢 最好是按下那个右键放开 这边就有个复制 它就会产生一个记事本 在这个地方了 把它打开来 那我觉得记事本还蛮常用到 而且它开启速度非常快 你把它贴上去之后 上来的话 我要怎么知道说呢 它已经变成一个网页了 接下来呢 你就直接怎么样呢 把它档案 储存档案 那储存档案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存一个档案 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储存 储存叫什么呢 这边有个名称 我们叫做demo demo.htm 特别注意哦 这个网页的副档名呢 一定要是htm 或是html 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把它存成 直接存档的话呢 它就变成GST 那GST的话呢 就会不是一个网页 而是一个文字档案 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另存清档 把它存档 那名称的部分的话 我们先把它暂时存在我们桌面上面好了 然后呢 名称的话呢 就给它今天日期 然后叫demo bem 后面的话记得点htm 这样的话呢 就会变成一个网页了 按一个储存 接下来我要看一下结果 把这些都缩小 桌面上就会有一个 我刚刚存档的这一个网页 我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好 有没有发现呢 这边就会出现这是标题 body里面的话呢 就会出现这是本文区 好 那title在上面 其实这个区域就是所谓的head 好 那这个区域的话呢 一直到底下呢 就是所谓的body的部分 好 那这里的话我想 这边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范例 第一个范例 你会发现出现的话 类似像这样子 那再来呢 你当然还可以再怎么样呢 做一些进阶的变化 比如说呢 在下方有个所谓的字体的标签 所谓字体标签 就是说呢 我今天呢 希望呢 把字把它放大 放多大呢 这个字体的大小 怎么样去设定呢 它分成1到6的大小 那1的话呢 最大 6的话呢 最小 除了说呢 用head的这个h的方式 来设定字的大小之外的话 这边还有个所谓的phone的size phone的size也可以啊 那也是phone size1到7啦 不过这个phone的size大小呢 跟刚刚的这个h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我们也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刚刚这个范例 有没有 本文区这里呢 这是本文区有没有 我在前面呢 加一个什么呢 h 我试试看 h1好了 然后呢 我结束的地方呢 也是一样 斜线h1 好 我就把它怎么样呢 编辑再储存 储存完毕以后的话呢 我就直接 再把它先缩小好了 直接再开启 这一个刚刚的这个demo的档案 有没有发现 这一个呢 这是本文区的这个地方呢 就会字就变大了 那你还可以练习怎么样呢 把这个地方复制起来 在底下enter 并且把它改一下 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成2好了 这边改成2 好 再把它储存 储存之后呢 再切换到你的网页这边 再按下重新整理 它就出现了 这是本文区 那利用这个方式呢 就可以产生很多个这个练习 大家知道说呢 这个标签的用法 好 那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就是说 先开启这个 网页设计的讲义这个地方 找到网页编写 网页编写里面呢 先把这一段呢 复制贴到你的记事本里面 然后呢 再储存 这个地方 把画面呢 先切换给各位 好 你好 请出帮助